各位麦子学的网友大家好 那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了不少的JavaScript这个插件 那这一节我们学习一个焦点广告或者叫焦点龙波 那我们先上一下京东网站 京东.com 什么叫焦点龙波呢 这叫法都不一样 就这个东西注意 鼠标一上有左右两个按钮 我单击它的时候 可以换换这个大图 那底下呢这有些圆圈 123456 这有圆圈也在什么呢 走 那这个呢我们叫 我叫焦点广告 有些叫龙波图 等等等等 那英文的话我们叫slider 这个龙波图啊 那我们现在打开中文网站 找到这个手册 JavaScript插件 好就这样的效果注意 单击它 签换图片 签换图片主要 这是firstslade secondslade 然后thirdslade 好那我们看 这东西到底如何来做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基本的这个布局 好首先我们学习什么呢 首先我们学习这个焦点广告 它的布局和基本样式 那我们看它首先有几部分组成啊 第一部分注意看 你既然要龙波这几张图 所以我们要有图片的列表 我们把它叫图片的容器 那第二部分呢 这地方有 有几张图就有几个小圆圈 这是一部分 还有什么呢 左右两个界头 还有左右两个界头 也就是整个这个焦点龙波图呢 我们有三部分组成 图片列表 然后是小圆圈的列表 还有什么呢 左右两个按钮来组成 那然后我们写个项目 我一点点写 然后大家学习一下它这个什么呢 这个组成 好切换到hbuilder 我们新建一个websum 这地方呢 我们取名字ch28 然后把27的这个css 这些东西copy过来 好打开代码01 代码01呢 我们把它里边的东西给它删掉 我呢准备了三张图注意啊 好忘了给大家讲 这个图片呢 它的宽度 默认宽度就是600像素 乘400像素的这样一个分辨率 好这准备了三张图 把这三张图呢 cut 然后放在我们的images里边 把这psc01 我就删掉了 ctrl位 放三张图进来 好首先我们最外层呢 我这给的是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好首先我们定义一个交点图的这个容器 给这个容器呢取个id 我们叫carus 叫carus container 最外层是我们什么呢 整个交点图的这个容器 carus container 在这个容器上 我们一定要加一个class的样式 叫carus carus 然后slider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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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地方呢 我们在容器上还要加个特别的属性 自定义属性叫data ra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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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carus carus 那加上这个属性以后 声明是 这个 加上它以后就是 页面加载完以后 就立马开始我们这个图的龙波 是data rad 所以这个一定要很容易啊 注意啊 在最外层中 请上加 自定属性data rad carus 就是让页面加载完以后 你的图片就开始龙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图片容器 我们再做图片容器 那图片容器呢 同样的也是定义di 那每一张图片呢 都是一个什么呢 div 图片容器上 我们要加个样式 叫class carus 我们叫carus inline 那inline的话 这就是里边 从inline上 它就是水平排练了嘛 好 那么给每一个项目 div div里边呢 再给一个image src 等于psc01 那每一个项目上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样式 叫class item 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v 那这个呢 是02 这个呢 是03 好 好 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页面上什么也没有 我们也保存 什么也没有 原因是什么呢 默认 加了carus inline的时候 这东西都隐藏掉了 所以我再第二个加一个active active就是默认写 是第二张图 好运行 这样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第二张图 这是我们的图片容器 那图片容器做完以后呢 哎 你用心一下 看它有没有动态效果呢 等一下 好 没有啊 图片做完以后 我们再做什么呢 小圆圈 圈 小圆圈 小圆圈容器 这个小圆圈容器和左右按钮呢 可以写在图片的后边 但是最好不要写到图片前面 先写小圆圈也行 先写左右按钮也行 我们还要做一个左右按钮 control c 是 左右按钮 左右按钮容器 那我们看 如何做什么呢 小圆圈 小圆圈呢 我们是个有序的 用有序列表 ol 当然就li 那每一个li里边呢 是个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将来用csn样式给它东西 所以先不管它 那么看 or上我们应该给什么东西 给一个carousel carousel indicator 我们用indicator 然后呢 在每一个li上 我们加一个 data slade to 因为小圆圈可能是 0123 这样 好 这次加一个样式 这加个data target target等于 这地方要给我们的容器了 我容器的名字呢 叫 carousel container 那它的值就是我们的 警号carousel container 好 然后把每一个小圆圈的项目复制一次 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v 保存 这那是1 这个那是2 三张图 好 运行一下 看小圆圈有没有出现啊 没有出现 在这啊 在这地方 这点小圆圈 是起作用的啊 为什么点小圆圈起作用呢 你一定要加一个data ride 等于什么呢 在容器上加data ride carousel 加载它 非力放一定要给自定义属性 data slade 什么呢 to 012 那小圆圈做完以后 我们再做什么呢 再做一个左右按钮 左右按钮呢 是两个超列间href减号 然后呢 我们要给它一个data slide slide等于data slide等于prev 这是向前的href href就是单击它对谁做操作呢 对我们的目标容器 就是carousel container 把它control c 如果是按钮的话 我们用什么呢 data target 如果是超列间的话 给一个href指定什么呢 目标的这个容器是谁 好 然后我们给一个class 这地方给个样式 我们叫 left carousel left carousel carousel 小按钮呢 我们让它 左就是向左的一个小图标 小图标的话我们加xy 那小图标怎么做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插件 找到我们的这个 小图标的样式 得到组件 那么找个向左的箭头 找个向左的箭头 我们找着啊 我们用这两 这个 但你用其他的图标也行啊 好 给它一个class 向左的箭头 好 把这个a复制一下 这是向左的 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呢 向右的 向右的话 这个data slate 等于next 有这么几个自定的属性啊 data write carousel 什么意思呢 就是 页面加载完以后 就开始我们这个图标的龙波 还有一个data slate to 在我们的小圆圈 这个容器的列表向上给 还有一个左右按钮的时候 我们要指定的自己的容器 自己的一个属性 叫data slate 等于next和pr ev 就是显示 返回上一张 显示下一张图 那这地方呢 我们再给一个write 好 那我们再找一个向右的介绍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换成向右的介绍 control v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焦点龙波就做完了 那我们用行一下 这个有点 这个因为我把它放到continator 占满全屏了 注意看 那把这个放小一点 放小的话 我们这样来做 这给一个 div id row 错 错 不是id row 是class row div class 靠 md md3吧 剩下有什么呢 md9 扇格系统 一行参成12个扇格 那第一列 我们加三个扇格 然后把整个这个容器copy过来 contra x 放到这来 好 再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站在我们的小三格 就跑了 点他 点他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焦点龙波图的用法 那这有一些属性啊 就是我们可以用 交 script 也可以用我们的 自定属性 加一些属性 我们分别看一下什么 第一个叫data read data read 是在那个 整个焦点图的容器上加的 加上他的话 就表示 面面交载完以后 就开始什么呢 龙波 那data slade 在左右按钮上加 可以给next和prev 还有data slade2 就是在我们那个 小图标的每个选项上 加他 还有data什么呢 interview 等于5000 那就是 每隔多长时间 签换一张图呢 还有data post hold 就是当鼠标 移到这张图上的时候 当鼠标 移到这张图上的时候 就不龙波了 就不再进行龙波了 否则到 他自动在什么呢 签换 还有一个data wrap 是否持续雄环 所以虽然有这些属性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不要改这些属性 那怎么改呢 你可以把这些属性 写在左右按钮上 也可以写在最外层的容器上 记住 可以写在左右按钮 写在最外层容器 都可以 这个不给大家演示了 那我们也可以用 java script来加载它 那当页面加载完以后 我们可以用 选择器 选择最外层容器 第二 然后carisol 那这一句就相当于 上面制作声明 那选择器 然后调用它的 什么cycle post number pr ev next 什么意思呢 分别就是从左到右 循环写示 暂情不写示 这指定数字 要写是第几个 二的话 就是写是第三张图 然后返回到前一张图 写是什么呢 写是到下一张图 那它也有两个事件 一个是 当调用slate的方法以后 还没开始加载图的时候 触发这个slateBS cancel这个事件 当然还有图加载结束以后 会触发这个事件 事件的调用 我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档 因为学过这么多 这呢 我再给大家写了 不浪费这个时间 然后点一下这个cancel 底下有代码结构 我给大家写过了 但它写的和我有些区别可能 好 JavaScript是这样用的 那属性呢 有这些 自定义属性的话 前面就加一个 datainterview datapost 那自定义属性 是加在容器上 或者是加在我们的 左右按钮上的 那注意再看这个 cancel 这里边给jason格斯数据 来设置这几个什么呢 参数 有这些参数 那event呢 有这两个event event的调用方法是在这 所以这个呢 我世界 也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只需要学会 这基本龙波图的用法 就可以了 学会这基本龙波图的 这个用法 就可以 三部分结构 第一部分是图片列表 第二部分是这个 小圆圈 那第三部分就是 这个左轮按钮 那其实这个龙波图呢 那其实这个龙波图呢 它也可以加入一些这个图片的文本 那比如说我在 这个回车 回车 我给第一张图加个标题 那这地方给一个 h4 hello 给h4一个样式 class 叫carisol caption 它作为carisol的caption 作为我们龙波图的这个标题 那选择第一张图 这地方 这样的话 这图片也可以携带一个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呢 也可是一组 但这个没什么意义啊 这个地方 我把它换成div div 那div里边呢 你有时候你要写很多内容的话 我们这样做 先来个标题 h4 标题 接下来再给p 这里是内容 好 保充 好 再运行一下 好 写的是第一张图 这地方就多了个标题和什么的内容 所以一般我们在做龙波图的时候 一般不携带这个标题内容 没什么意义 好 龙波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学到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 这个还有一个浮动布局 浮动布局 大家自己下去看一下啊 就相当于我们左边 往下拉的时候 这始终漂浮一个这个 这个div 那学到现在呢 我们就基本上把boostrap 所有的这个 组件呀 样式呀 还有这个插件 基本上就用完了 那下一节开始 我给大家讲一个综合的一个案例 这样的话就 综合案例讲完以后 我们这个boostrap课程就结束了 学到现在 boostrap 基本的内容 我们都学完了 好 这一节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